日本政府最近编了一个所谓的议算给驻日美军的议算 它这个日文叫做Omo yari yosan 英文翻译成Sympathy budget Sympathy budget就是同情的Omo yi,Omo yi是Omo 那个汉字选思,思想的思,就是为人想什么的 Yari是养路边来,Yari就是做什么 其实意思就是体量廉价,比较那种意思 英文翻译成Sympathy budget 就是同情的朋友,就是说我们日本政府 同情你老美现在变穷了 我们就编议算给你们驻日美军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知道美国跟日本的关系很好 军事联系也很密切 像以前的话,美国24日大战以后 曾经占领了日本 后来就是一直有驻军 像这个韩国,南韩也驻军 还有在欧洲,像德国也驻军 最近美国就喊这个就是这个叫韩国 韩国不知道有没有一次在支付 驻韩美军的费用 但是这个日本很多年前就开始因应这个美国政府的要求啊 就是支付在美军的费用 像比如说,在美军 比如说美军在日本最大的基地叫,在冲绳嘛 叫,其实最大的一个地方叫加索的空军基地 他加索的还有最精华的地区啊 都是美军基地啊 他有加索的空军的空军基地 他还有海军陆战队的 有陆军的 有海军的独有啊 俊锦岩的话,美国闹窮嘛 就是要求这个日本政府多 多这个给支持美军那个 这今年的,就是明年的议算大概是将军 19亿美军,将近20亿美军啊 那美国政府也要求这个韩国政府多付嘛 韩国政府哇哇叫啊 好像也要叫德国政府付嘛 以前的话,美国有钱嘛 他驻外这个军队的都是美国人付的嘛 现在就闹窮了嘛 现在就是他叫比较有钱的国家 比如日本有钱的,韩国有钱 他叫你支付啊 但是在这种别的地方 比较小的国家 小的地区啊 比如中亚地区那种 他就是美军要付那个支付费啊 就看你有没有钱的 有钱他就那个嘛 就像这个在冲绳啊 像很多,冲绳是一致冲绳 因为冲绳人民负担最大啊 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就这个 驻美美军大部分都在冲绳 而且是冲绳很小啊 就是前后只有七八十公里吧 净华地区都是,都是美军 所以如果你去冲绳的话 你做飞机到加索 不是,做飞机到纳哈机场的时候 一出机场没多久 就是个美军基地 还有中部是 中部是加索的空军基地 还有北部都有 而且他有一些基地啊 建在这个 比如说有个直升机的基地 建在一个小学校旁边 有时那个学生上个人受到骚扰 有时甚至就是直升机跳下东西来啊 所以这个日本居民啊 一直在抗议 他们经常抗议 真的 中全人啊 跟台湾人差不多 很个性很温和啊 他们是就是说 一直抗议跟着 那赶不走啊 他们希望就是美军啊 移到别的地方 像前段时间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在小学校附近的 那个直升机机场啊 希望搬到北部去啊 呃 其实就是冲程人民希望是 你是干干脆你美军不要 不要再在日在这冲程 或者是搬到那个日本本土去啊 但是日本本土那些人也不愿意啊 啊 就就就要推来推去这样 所以他那个 刚刚讲的那个直升机基地啊 到现在本来是要搬到北部去 北部也不肯啊 所以一直偷着这个这个这个问题 没有解决啊 讲到这个日本的那个冲程 冲程的基地啊 那很多人是因为 在冲程呢 是没什么工业的啊 主要是观光业 还靠美军啊 那美军的话 那有些人是因为在美军基地里面工作嘛 有工作机会嘛 像这个加州那基地很大 就像个小城市 里面什么都 里面有个公路网啊 还有图事馆啊 电影院啊 麦当劳啊 医院啊 什么都 就是这个小城市 它的建设的规划 都是照美国 等于你到了加州那空军基地里面啊 就到了小美 小美 小美 那样子 而且就是说 因为就是说利益关系啊 如果在美军那边做事 当然不希望美军撤走 但是跟美军没关系的人 希望美军撤走 还有就是加州那空军基地很大啊 其实它是这个 这个当初建基地的时候 就土力是征召的啊 那些有些那个地主啊 其实因为冲程没有什么工业嘛 不发达嘛 所以他们租给这个 美军嘛 其实 其实付钱呢 还是日本政府啊 所以就是说 他们也愿意 因为不然呢 白方那边也没用嘛 反而租给这个 这个 美军比较用 所以前段时间就是 因为 这个 阿兵国啊 年轻气盛啊 有时候会发生 跟当地人发生救护案 有时候经常发生个强暴案啊 然后那个冲程就示威啊 抗议啊 美国人有时候就会 有些 反正有些地方不太需要用 就还给 还给地主 那有些地主还不愿意呢 反正干嘛 比较偏僻地方的话 如果在比较市中心啊 还可以用的 但这偏僻地方 这没什么用 所以他们宁愿 宁愿 租给美军啊 其实就是 日本政府付的 其实日本政府也无所谓 比如说在基里里面 建造的房子啊 给美军 眷属住的啊 其实都是 日本人花钱建的 然后 水电开销什么 都是日本政府的 但是 美军终有一天会走嘛 走的时候 那个美军基地里面的东西 大概最后 还是还给 还给日本人了 将来还是 日本人会继续用 那 美国人的话 很现实啊 你说是 那个议算 刚才讲的是 Omoyari 友善 就是 就是 这个 这个同情你的这个议算 听起来不好听嘛 就是好像 我像乞丐一样 你要施舍我 但美国人不管啊 美国人反正 你多出钱 就 反正好 我少付钱就好 美国人在海外 建那么激励 它有它的作用了嘛 因为你想 美国为什么强大 虽然在海外 激励里面 花了很多钱 但是 美国为什么强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 有没有在美国 本土打 没有打 第二次世界大战 除了这个 夏威夷被 被日本人轰炸过一 他本土没受过 所以他为什么强大 所以他的 他的政策就是 战争 不要打到我们本土 你要打 打在外面 所以他海外 建了很多机 如果他哪天 要中国打 中国打不到美国去 顶多是用核子武器 那个飞弹打过去 但是 他中国附近的话 有 他美军在日本有 有基地 在韩国有基地 要打中国很容易打的 所以美国 建基地有他的目的 他就是为了 就让这个本国 不受到直接的 就受到战争的破坏 所以他 他那个基地是 有他目的的 所以他的基地 也是为了 就是说 就是 其实在亚洲基地 主要是对付谁 以前是对付北海 现在是对付中国大陆 所以今天我讲到 所谓的 Omoia 就是 讲到 这个 就日本人 给 给这个美军的租 美军的费用 给了一个 就是说 同情你的预算 就是 是谁给你的钱 我会讲到说 美国人不在乎 反正 你付钱 你讲什么预算 都可以